講到阿仙奴的英超比賽 他們主場對修咸頓就贏了球 不過其實就極度驚險的 當中我都是見到教練的 在戰術上面不是很幫到球隊的 我明白今天阿仙奴所用的人 級數不高因為他們要 留力打歐巴 不過是否應該在戰術上面 都要做好些甚至 盡力做到最好呢? 你要明白今天的修咸頓是三中堅 三中堅的先天決陷 就是有機會進入死守陷阱 因為三中堅左右兩邊 每邊只有一個防守球員 死守的時間 進攻球隊拉邊 進攻點加上後上幫手插進去的助攻後衛 每邊兩個球員 一齊就可以去壓制一個後衛防守球員 就會令到防守球隊進入死守陷阱 當時左右兩邊的防守就會很難捱 但阿仙奴今天沒有拉邊 六十三號的尼爾遜 另外就是韋迫克、蕭俄比 進攻點三個人自由浮動 全部在中間 塞死了車 這個中短期進攻沒錯 要在中間進去 但是你這樣做就會剛剛好對著對方 就是三中堅的三個中堅 你自己的級數又不是那麼高 這樣的話是很高難度的 對手也會容易些防守 如果你問我是不是可以拉哪一個方法 其實你都可以試試和對手打高速來回球 或者找手反擊 不過今天的對手收藍頓 很多時候都是能夠盡快完結攻勢 而且是一心死守的 所以高速來回球 不是說你想打就可以打 是要對手配合你才行的 那他不配合你 你是沒得選擇的 無論如何都要長期控球在腳 所以今天似乎拉邊 是唯一的最好方法 但是雲家沒有做到 這樣就會提升了球隊的難度 很快去到15分鐘 阿仙奴就要付出代價 你進攻給不到壓力對手 對手當然會輕鬆一點 可以攻回你轉頭 收藍頓盡快完結攻勢 盡快落底線 明賣明賣傳中 那球是去到近處 那這下我真的不太明白梅斯達菲 在搞什麼 他竟然之間是要求獅子 衝出來沒收或者瓦解這個傳中球 但是這個傳中球傳下去是近處下的 而且位置就很接近 就是梅斯達菲 是最接近梅斯達菲 根本就是要他梅斯達菲去負責解位 況且後衛自己是不可以說獅子要求門將做什麼 這個是在後防裡邊的通用語言來的 正常來說這一下作為中堅 是應該要盡力躺下去 在近處頂著那個球 那他只是很普通的 這樣站在那裡 舉一下隻腳就算數 那他完全被朗智 就是涉進來近處入球 那這些呢 就絕對不是中堅的應該要做的舉動 那我曾經說過梅斯達菲 是比較適合打左右兩個後衛 左右兩邊後衛 一直都不適合打中堅 那他一路在阿仙奴打這個位置 就越打越退步的 那他自己呢 和教練團隊呢 都是有責任的 不過幸好 去到27分鐘 阿仙奴的球員自動波 就做了個中短期進攻出來的 那這就是奧巴美爺 努力去中間做個支點 他現出來 那再加上一些 在中路的盡快傳送 那就幾下打通了中路 那要稱讚呢 就是這個韋迫克第一時間做個支點 再稱讚 就是奧巴美爺插入禁區 那成功呢 就做了一次中短期進攻 在中間插入去入球 那就追成平手 不過說真的 真的只有這次這麼大把 之後的賽事呢 就是今場的賽事之後呢 就沒有再做到的了 那而且呢 阿仙奴壓住呢 來打的時候呢 對方的反擊其實都是 臨臨種種有威脅的 那雖然你說阿仙奴這次呢 贏了把握力呢 那但是過程當中是極度驚險的 那不過呢 我也是想稱讚阿仙奴 今天班球員呢 都叫做是積極想合作 和有無波走位呢 那只不過就是 級數所限 就不是說這麼夠班 打中短期進攻中間 那雲家呢 沒有叫他們拉邊 叫他們繼續中間進去呢 是對他們要求過高的 那打成平手之後呢 就好彩啊 啊 修咸頓呢 就不甘心平手 那竟然之間呢 就豁出去和阿仙奴打了一段 這個呢 就是來回高速球的 那反過來呢 就保護阿仙奴不用老鼠太貴了 那去到三十七分鐘呢 就是修咸頓 他控球失誤 就阿仙奴打反擊的 那雖然呢 沒有超級連結人的了 那個反擊 不可以組織到進去禁區裡邊 但是起碼啦 那位迫克呢 可以在左路的位置呢 有推進的空間 那不需要面對密集了 可以推了 也都可以呢 就是推進來中路的位置 禁區頂起腳 那又好彩啊 啊 他推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都差點被人折到 但是他又推到啊 那去到呢 就是射門的時間 又踢中了吉田麻雅的腳呢 改變方向入網 那又有運氣了 那阿仙奴呢 就避開了不需要落後的困境啦 那這個呢 阿仙奴打來回高速球 起碼呢 在速度上 就不輸洩給這個呢 就是修行檔 那去到下半場呢 阿仙奴又重新面對密集的時候呢 都是再沒有可以清脆利落 做到中短期進攻進去啦 那只剩下一些軟蛇 那所以今天贏到球呢 其實都要多謝對手 和他在上半場 打了一陣子內回高速球的 那不過呢 今天阿仙奴呢 依然是繼續整場都很驚險的 那去到呢 73分鐘 那阿仙奴又被人追回成平手的 那修行檔呢 這一刻呢 就沒有跟阿仙奴打內回高速球 那阿仙奴又出了事啊 一摸一摸打內回高速球呢 又出了事的啦 那這次呢 反而是修行檔主攻呢 令到阿仙奴出事 也就是說呢 阿仙奴今天是沒有主攻力 也都沒有死守力的 兩者呢 一做呢 都是會出事的 那主攻呢 就沒有級數呢 死守呢 同樣都是不夠級數 這次呢 竟然之間被人撞場 進去禁區裏邊呢 普通地球全中 那這次呢 又是梅斯達菲掛著 望波不抹中間的 阿仙奴呢 又是後衛犯錯失波 那之後呢 阿仙奴呢 就用到這個 是韋舒亞進來呢 做這個主角呢 去到呢 就是80分鐘 終於見到他們偶然 一次拉邊了 拉到邊呢 就終於見到有效果了 就算呢 這次入球的方法 只不過是明買明賣全中 但是最起碼 你因為拉邊呢 就做到一些簡單的明賣明賣了 那做一些簡單的事情呢 才配合到今天這一班級數的球員的嘛 那結果呢 這次右邊呢 蕭鵝給左邊彎的球進來遠處呢 就韋碧克頂入球了 那韋碧克也算是這場賽事MVP 因為一個助攻兩個入球的 那其實呢 你自己後防脆弱者 但其實對方的後防都是脆弱的 那所以你簡單直至一些呢 明賣明賣給到足夠壓力 對手其實入球就不是很難的而已 那所以其實呢 一早拉邊的話 就不用搞到那麼驚險的 那結果呢 今天阿仙奴呢 就是很驚險的情況底下呢 就藉著自己的球員自動球成功呢 那加上運氣呢 是取得勝利啦 那運氣那方面呢 就是講到對手有一段時間 跟你打了內回高速球 那這樣東西呢 是自己控制不到 是對手肯跟你打才能打的 那這樣東西呢 就自己控制不到啦 那而是得到利益呢 就歸納為是運氣啦 好啦 這裡呢 要呼籲大家幫忙按一下廣告 按一下廣告蛋 廣告視窗出來的 因為這樣做的話呢 除了可以令到小弟繼續專注 做這個頻道之餘 大家也可以免費繼續看片聽片 那我發現呢 很多朋友用手機看我的片 那留意一下呢 就是我片的下面的廣告啊 那大家呢 要按一下它呢 才可以鼓勵到小弟的 那另外呢 用這個呢 就是電腦看的話呢 會發現我片的裡面有Banner廣告 我片的右邊都有廣告 那大家記得按一下它喔 那就算用手機或者電腦看都好呢 Youtube呢 都會時不時插入一段片的廣告 那大家除了呢 播完這條廣告之外 還可以在這條廣告裡面 找廣告連結按一下它 那如果用電腦看的話呢 廣告連結會出現在左下角 用手機看的話 廣告連結會出現在右上角的 那之後呢 就講一下熱刺的比賽吧 拜拜